前日机场有个地勤就发现感染了这个新的Delta变种病毒 住的地方又要强检 这个Delta病族似乎真的有席卷全球的趋势 现在英国大家知道它最近有些疫情反复 很多新确诊的新冠肺炎患者都是感染了这个新变种病毒 现在估计99%都是新变种 在美国确诊的病人有20%都已经是新变种病毒Delta变种 在5月8日它只不过是1.2%是新变种 近期已经到20% 差不多每两个星期就已经是两倍了 也有数据显示这个新变种病毒 比起原早的新冠肿病毒的传染力多100% 即是多一倍那么多 还有在苏格兰有数字就显示 它令到人入院的机会 即是比起在英国发现的坎特变种 Alpha变种多了两倍 那为什么这个病毒的传染力这么高呢 其实也估计有几方面的原因 这个病毒和原早病毒大概有20个地方是有变种的 第一方面就是这个病毒的变种 有机会令到它在我们的呼吸里生存得好一些 它生存得好一些的话 它可以在这里生存得久一些 或者生存得快一些 所以那个人一咳一讲话一打一次的时候 那里面带着病毒的量 就会比普通的病毒更加多很多 更加容易传染人 再者就估计这个病毒的激蛋白的变种 就令到它更加容易黏住我们的人体细胞 就是增加了感染力 以及可能增加了致病的能力 令到病毒更加严重 第三就是变种病毒有机会 有人感染了病毒之后 就一直带着病毒 时间长了 一个人就感染更多的人了 最后一件事 就是有些人发觉 就是这个新的Delta变种病毒 引起新冠肺炎的病症 就越来越似普通伤风感冒的 就是之前那些新冠病毒 常常有的都没有了美国的那些 那这个Delta变种病毒就发觉少些 如果太似伤风感冒 你会想着可能是伤风感冒 那遲些才看医生 那这个过程里面 就有机会感染更加多的人 就令到传染性增加了 不过怎么说都好 就是现在的数据显示 就是说 如果你打了两针的 Vizor、BioNTech 或者伏必泰疫苗 或者两针的牛津疫苗的话 两个星期之后 你的保护能力 虽然会弱了一点点 但是 对付Delta变种病毒的感染 都是足够有余的 所以大家如果打了这两种疫苗的话 打了两针的话 其实就不太担心 如果你打了一针的话 记得要打第二针才行 其他疫苗可以吗 估计另外一种 MRNA疫苗 其实应该都可以 其他的因为未有数据 就不知道了 希望他可以 大家不要听信谣言 意思是 最近也有一些谣言 就是说 打了Vizor、Mondena 或者牛津疫苗 是对付不了这个Delta病重 不是的 是对付到的 是足够的 意思是 就像你穿了鼻蛋衣 那样 你穿了鼻蛋衣 普通子弹打中你 是完全没事的 OK 如果你是变种病毒的话 那粒子弹就更厉害 它打完来的时候 你那件鼻蛋衣 如果你打了两针疫苗的话 打完来 也不会穿透你那件鼻蛋衣 最多是你给这些新的 强一点的子弹打中之后 你的皮肤有点红 但是一样可以挡到的 最后一样的 就是说病毒 越变 传染性越高 之前你的保护措施 封关 戴口罩 那些 可能对付这些 变种病毒 都是打了折扣 而且你封城 强檢 戴口罩 都不能够做到天长地久 再过得一年半载的话 其实经济崩溃的社会就开始乱了 但代价太大 所以大家也要考虑一下 打疫苗才解决办法 今天就先说到这里 请大家留言 点赞订阅 下次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